我是周玉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时间是8点15分 13秒我是周玉寇 非常谢谢 现在在电话线上的资深的军事记者吴敏杰先生 来跟我们分析 三军统帅第一位女性跟我们军方之间的 首次的互动 明杰早 是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非常谢谢 我看到很多的报道 特别是中国时报 他对于第一次三军统帅 前往花莲加山基地视察的时候的 那些种种的准备 都有非常多的描述 明杰 你认为军方他们 当他们得知 蔡英文可能当选的时候 对一位女性的三军统帅 在军方之间关系的互动 本来会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忧虑 特别是在性别上面 当然主要是因为这位女性的总统 对军方不熟 因为我们女生没当过兵 对不对 那一开始会有一些 真的会有一些私下讨论的疑虑吗 其实这个当然是存在这样的状况 特别是他们国军过去 当然陈水扁前中梦他也执政过 有八年的经验 对那是民进党 对那时候可能军方军中一些 所谓的军官层级 也许有一些部分都现在都还在部队 那他们当然也跟民进党的官员互动过 对 但是因为过去的执政经验 当然摩合期很长 那包括这个双方彼此的 包括这个政治认同 或感情等等之类的 可能也许都还有一些这个鸿沟存在 那么这一次民党即将上台 当然我想军中是有一些 当然是一律是存在的 那当然比较年轻的一辈 譬如说你后来的这个 到墓进去的士兵 四川 也许他们的思想是比较开放一点 那比较跟上民主的潮流 但是比较中高阶的 可能他们还是存在一定的户绩战 那当然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所以在民党可能 其实到后来 政选的几率很高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听说很多啦 他们有想要退伍的啦 那打报告要离开的都有 那比如说我们从昨天 前天的 前天天文总统到 花莲这张基地的视察的 这个过程来看 当然是某个程度是解解除了 他们一些的疑虑 那特别是在更早之前 先进行的一些所谓的 军中的人事布局啊 那并没有一开始就 马上采用所谓的民进党的文人 国防部长 那还是用所谓的军中的老将 那再加上 蔡文总统他 更早之前他到国防部也有视察过 那还有军中的 昨天前天这一次谈话 那某个程度来讲是 让他们稍微示缓一点 那会让他们觉得说 这个总统的确是有心啊 想要改善一些军中的状况 那也没有原先想象中的 可能会对国军造成很大的压力 或者是说要求他们要怎么样的改变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我想 对他们来讲 也算是放下了一个压力 所以他去视察空军 其实对于其他的军种海军 陆军是也有一些 对照启发作用 就是我看到这个报纸 特别讲到 马上总统任内的所谓的战力强 这样的一个手势 并没有改变 其实这个 我觉得民进党 完全对他们高明的地方是在这里 他们并没有一开始 就去触及过去的 军中的一些所谓的传统 特别甚至是意识形态的那个部分 对 所以就是也是相同的 在军队这部分是维持圣状 对 就让他们相对海港比较容易适应 也不会有很明显的反弹 情绪出现 那至少空军 其实后面 接续下来 海军陆军都会去 都会去 因为说这个空军的部长 那当然军中部长 所以这个军中的安排 就先以空军为主 对 大概是这样的原由 林杰你帮我们这个 也先介绍一下 这个新的这个三军 除了国防部长之外 这个我们的参谋总长 还有其他的军种的这个首长们 都已经陆续发布了吗 对不对 我这样说好了 目前来讲没有动的 大概就是参谋总长 颜德发 那他是之前 他陆军出身的 他之前其实就在马政府 就一路延续下来 那他也是留任 另外一位这个军备的副部长 叫郑德美 他也是陆军的 那他也是马政府 启用的这个上将 那他还干过蛮久的这个 朱卫长 民党政府是继续都沿用 那另外来讲 大概新的比较特别 当然就是国防部长 洪世宽 那他因为他已经离开军中 大概十年之久 那我想他 起用他有蛮多特殊的因素 那第一个就是说 他是在过去 民党在野的时候 他们的智库 想要做一个政策栏提出 那也邀请一些退降 那他是极少数 两个 只有两个上将 愿意踏进民党 他是其中一个 所以他有很重要的象征指标 我想民党用他当首任国防部长 就是说 也是要告诉军中这些退降 你愿意跟民党来接触 那我们当然也是会很接纳 然后当然 甚至你未来就只日可待 这是很强的象征意义 那再来就是说 他的级别够高 虽然他退50年 但是因为他级别够高 所以他现在回到国防部 他还是很高级别的学长 所以他还是某个程度 他是可以让现任的这些上将 所以他是听话的 那另外就是说 第一任如果 民党本来有个构想 就我了解 是他们想要第一任 就用所谓的文人部长 但后来考量 可能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谈的 军中会有一些反弹 所以还是沿用所谓的退降 回来当部长的话 军中的接纳度是比较高的 另外就是说 如果万一在这个执政的初期 很快就有状况出现 那可能 如果是用民进党 他们自己栽培的人 得水率就很高了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老将 相对来讲 他们是比较保守稳当的 这是他比较特殊 那冯士宽这个人 他是一个武器专家 他过去是情报体系出身的 所以军中所谓联合系统 他也驻美武官都干过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将领 但是他早期在军中 对他评价是两级 他能力是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为人处事 在军中的管理部分 早年他脾气比较不好 所以同僚跟他也是有摩塌的 但是因为他离开军中十年 之前媒体的关注 他不是到庙里面 也许他个人修行等等 各类不管 但是因为十年之后 我现在听他们军中的人讲说 他的脾气改变很多 所以跟军中的互动稍微好一点 但是因为最近离开十年 军中很多状况的掌握 的确可能会有些分输 所以他们也担心说 状况也许会比较多一点 他的状况就是他到立法院 去答复咨询的时候 如果说是他说他个人是反台独 但是如果国家最后决定是台独 那他们当然也 军人要遵照国家的公投的结果 或是民意的走向 那我有看到报道说 有一些军方将你还骂他 我看到中国时报骂他说他 好像有什么无耻这一类的 当然一定会 对不对 但是这一类的人大概也都就是 因为这就是很多退降 不太因为民党接触的原因 退降的族群 当中很多人当然还是 医治型还是比较强烈的 当然我也看到 有一些军中老将 开始对公司官的批评 但是不过那些还是都是 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 那他现在刚上任 当然我想还是看他表现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项隐忧存在 就是说刚刚谈到人事的部分 这一次比较特殊的是说 王布的另外一位军政副部长 他是所有内阁人群里面 最后一位公布的 多到大概上个星期才公布 结果原本是一项官用 所谓的文人副部长 那这一次课反而 一方常态是用 启用这个 原本的海军司令叫李喜 用他上将的这个 继续来批评副部长 那等于说 过去的上将 本来是台道只剩7名 增加变成8名 那这个人事安排比较特殊的 第一个就是时间上拖这么久 那我们过去的观察就是说 表示他在人事的布局上面是 某个程度是出现问题 可能是各方的势力考不定 到最后是变成说 妥协 就是说文人可能 民党内部的不同势力在表述 那搞不定之后 最后就改成用君子 让大家没话说 这比较特殊 还有另外一个小地方 但是也蛮重要 就是国防部的军事班人 也是一样 到现在都还没有发布 这个是很特殊的地方 这个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 但是到现在 都还没有正式发布 表示各方势力 还是在角力比动 可是发言人 虽然不是很大的一个位置 但是他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因为他代表国防部的形象 对不对 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当然他的职缺 不是很大的关 也不小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小地方的用人 都拖延这么久 也就表示说 现在的国防部跟所谓国安团队 之间是不是对一些意见上的整合 有些问题 是好 那我再请教你 这个民间那个 你讲的这是军方的降临之间的人事的变动 看起来民进党政府是希望 这个从维持现状的过去 现在来联系一个关系 对不对 让大家不要有那种变大 变动很大的那种恐慌感 那这个蔡英文总统 他在致辞的时候讲的高志航 那当然因为他是对日抗战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位英雄 这是他也是空军的精神领袖 我们的空军 那结果蔡正元昨天居然把蔡英文的爸爸 到东北去修飞机 帮日本人修飞机这件事情 把他连在一起 想你觉得军方会买单吗 军方的人会被这样的说辞给动摇吗 我必须要讲 这不可汇言是过去国军的 所谓的军中的这些军使的教育上面 抗日的部分的确是很重的比例 一直不断的在教育 所以军中的很多的活动 纪念活动都是跟抗日有关系 对 因为我们抗日上面 在民党上台前 世上军中就出现很多的声音 就都会去质疑说 那是不是民党执政之后 其实这些活动都不会再办 可能都会淡化 那我至少看到前面 这个蔡文总统他的这个 很技巧性的 他还不提高智行 他是把高智行的话拿出来 他只是谈了这段话 那又意义有所指 就是说他也不特别去 讲到这个所谓的抗日的这一段 那我想这都很技巧性的回避掉 但是也意味说他并没有 要去排斥或者是说 打算要整个变动这个所谓的军中的 抗日的教育或者是说这个传统 那至于说 他父亲过去在东北 很帮日本 我想军方的内部 他们应该不太会去在意这一段 他们只在意他们自己的 优良的这个传承 抗日的这个经验 对新的总统是怎么样 我想看着他的表现之后 也许会让他们有一些改观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军人毕竟要稳定军心 对不对 那非常谢谢了 所以我们陆续观察 这个蔡英文到海军 到陆军去视察的状况 应该会有不同的 这种传递他的方法 这个明杰也希望把你的专业的观察 然后将来再告诉我们 谢谢你 谢谢 谢谢非常资深的军事记者 吴明杰先生 把我们所做的这个蔡英文主席 总统 他女性三军统帅到花莲 加山空军基地视察的结果 跟他整个的安排 各位今天早上 我们的行政院长林全 要到立法院去做施政报告 然后备寻 不过从早上八点钟不到 国民党的所有的立委 都已经占据了这个立法院的主席台 他们带了三只小猪进去 民进党时代力量 跟国民党是怎么样来做准备的 我们等一下来访问相关的立委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8点33分13秒 我是周易柯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刚才我们介绍三军统帅 第一次视察军方的准备跟回应 现在我们来看立法院 行政院长林全 今天早上要到立法院去施政报告 总直询 一早7点不到 国民党立委员党团就 穿上了深蓝的战袍 他们戴着三只插着民进党旗 跟美国国旗的小猪 放到了主席台上 现在我们看到 透过这个直播的监视 这个摄影 可以看到现在立法院里面 这个已经主席台的前面 全部都被国民党占据了 那么其他的政党 特别是另外一个在野党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时代力量等 徐永明在我们的线上 有名早 扣扣早 非常谢谢 你们今天是第一棒 提出质询吗 立法委员 对今天是 院长执政报告完之后 总质询 那一先是政党代表 政党代表里面 我们分到两席 那黄国昌是第一位 我问你啊 现在看起来 你现在有看到吧 立法院的这个 这个议场里面 现在国民党的委员 穿不穿蓝衣服 然后都已经把那个主席台 前前后后都站满了 而且他们放了非常多的标语 今天林全院长会 如期这个 做完他的市政报告吗 我们现在还在观察 第一个就是先能不能上台 那这样的 他们这样可能会 接下来 在院会开始的时候 会提程序问题 我们的观察是 他们可能会要求 林全院长为美朱拉 或WHA 没有提台湾的事情道歉 那如果林全不表态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占领主席台 不过 今天是场内大概是这样 那场外因为 有猪农来抗议 听说 这个各地方也动员了 蛮多的 还有渔民 对 游览车上来的 那他们主要是在青岛动物之边 所以场内场外都有这个行动在 不过现在要观察 就是说 他们希望林全的表态 那林全怎么回应 那如果他们持续占领主席台 是不是要 杯葛他的实证报告 那这个我们还在观察 不过今天他们的确是穿着 这个蓝色衣来 还蛮重关的 这是国民党沦为 国会的在野党的 第一次面对执政的 这个政党的行政院长的总咨询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观察重点 就是未来国民党到底是 出咖了 就是本色是什么 那这个今天都穿起这个 Polo 3来了 对 所以我们也在观察 就是说 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未来 或决定未来 四年至少四年的时间 国民党做一个在野党 他要扮演角色是什么 按照他们的剧本 我看到这个报道的剧本 是说一开始 他们在这个抗议当中 是还有一个行动舞台 立法委员陈一鸣 王玉敏 跟江启成 要从就是三个角度 一个是瘦肉精 美猪 一个是史安 另外一个就是 冲之鸟交的争议上面 来这个对于全 跟这个猪农要有所发言 你们也是在野党 那这个永明 现在时代力量的 在野党的角色 要怎么样去拿捏 虽然你们的人数比较少 可是他的这个个别的 这个突出的能力很强 但是你们跟民进党 也是有党 所以从今天开始 特别是今天对于林权院长 你们要怎么样去 凸显自己的角色 我想第一个当然就是 立法委员质询的表现 所以我们黄国昌是第一炮 他不是说他要泄题吗 他不是说他要泄题吗 没有 我想这不是泄题的问题 主要是说我们不希望 变成好 我们是 因为现在质询有点像 表演 要让这个执政者 或者是官员措手不及 可是那样就比较难讨论议题 因为国昌要提了几个 比如说这个最低工资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前面 谈到的 这个三二四真相的调查 以及核废料问题 甚至广义的产业升级的问题 就我想国昌第一炮会把整个 台湾未来下阶段面临的问题 会表示出来 那扣姐你刚才讲到 其实国民党接下来 因为他也有一定的比例的政党代表来咨询 对 那这时候他就可以相互比较 这个我们今天也开玩笑说 国民党开始穿这个梯来 那时代力量上次就穿了这个灰梯 我是觉得就说 政党其实要透过这过程 让人民来做比较 那虽然我们跟民党其实是 很多议题上是合作 可是也有竞争的关系 那我们毕竟还是作为在野党 我们还是要监督 未来小英政府 林权内阁的这个执政 这个部分是绝对不会有动摇的 但是你们今天的底线 你们今天会有底线 或者民进党会有底线吗 就是说林权在该几点的时候 我是觉得国民党这个 你很难去强力排除 其实我们在大盘推演 虽然民党加时代力量有 你们的人数很多 不过去排除它是不可能的 我想这就要看 国民党最后怎么找下台阶 如果林权的反应 当场的这个反应是不错的 或是他愿意做一些宣说表谈 那这时候国民党态度是什么 因为毕竟美术还没有进来 那是这个荣辉主委的发言 那WHA的问题 我想这就比较tricky 到底林宙妍在WHA的表现 国内反应如何 那国民党是不是真的那么爱提台湾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在看 说这到底是国民党真正立场 那只是为了让民党政府难看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议题 其实林权都不难处理 如果林权做一定的表态之后 国民党还要继续占主席态 这就比较困难 不过就像你刚才现场转播的 在上面有三只 三只绿小猪 而且差的是民进党党期 跟美国国企 国企差在一起 所以我在想说 这是要把民党推成一个亲美的政权 我意思说它在政治上的效应 民众观感是什么 我觉得国民党要评估 不过我想国民党至少 要让自己做一个在野 第一大在野党必须要有个声音 这个也是他们有这样压力 今天会有肢体暴力冲突吗 我觉得比较不会 因为民进党跟你们会比较 对 我觉得至少 保留 我们并没有知道民党策略是什么 只是我的观察是 我想这一届这个方式会比较少 当然口头上的这样的互相的较量是会有 可是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讲 虽然有人素上优势 可是去排除他 我觉得这也不符合 未来他们执政的这个心态 所以什么动用警察权 或是自己的冲突 我想都不会 民党委员也不会上去把他们赶走 我觉得也不会 虽然他们是有这个人数上 是有这个能力 比你今天也是第一次要对照 他是执政党的角色 执政党要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说今天很重要是 他可能会设下一些类型 就是影响未来四年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肢体冲突应该不用也不需要 因为就像我讲前面两个议题 其实真的有这么大的冲突 所以今天开放美牛 如果美猪都很开放 就要这么大的挑战 美牛的问题 那国民党要不要先出来说一下 所以时代力量的角色 就是要在总执群 或者说在提出执群的时候的 比较扎实的内容 来做对照 我们最重要舞台会在这里 那我们就来继续观察 而且来严密的监督 时代力量的总执群的 这个提出的内容 是否具体 是否有这个代表人民的声音 谢谢你 谢谢永明 谢谢 谢谢 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徐永明 其他的在野党的亲民党 今天他们说 他们是静观其变 不会介入 所以他们婉拒了我们的约访 那国民党方面 李燕秀委员 他们说他们从八点以前 就已经进入立法院了 所以现在已经备战当中 不方便接受电话的访问 据了解这一次呢 他们的这个现在 各位如果透过网络直播 应该可以看到吧 整个的立法院的议场的前面 主席台 已经被国民党穿着蓝色战袍的 委员们所占据 那他们还约了300位 诸农到立法院陈勤抗议 此外呢 这个总策划 是蔡振元政策会的执行长 立院党团的书记长林德福 行动总指挥是党副秘书长 兼组发会主委张亚平 文传会主委张周志伟 党的一级主管都直接参与 今天呢 国民党在国会里面第一次要表现 在野党的阵力 我们值得观察 那么执政的执政党要怎么样来因应呢 这个剧本是怎么写呢 9点以前能够透露吗 能够透露多少 我们等一下就请教陈济麦委员 内政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来告诉大家 民进党今天要怎么样应变 要做一个有风范的执政党 又要做一个有站立的执政党 要从过去的反对党 变成有风度的执政党 这个是民主国家 有趣的一个观察 马上回来 今天国民党第一次要在立法院 展现在野党的总作战力 我们要请教民进党要怎么应战呢 民进党内政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陈济麦在我们的线上 陈济麦早 Coco姐跟所有的听众朋友 大家早 我今天早很紧张 我看到好多的照片里面 国民党总动员穿着蓝色战袍 然后7点钟就已经集结了 人家李彦秀委员说 不能跟我们连线了 因为他已经进了战场 你们所得到的情报是什么 他们今天是要杯葛行政院长的施政报告 那我觉得这个用一个假议题 然后先设建再化拔 正正性似乎是不足 我觉得说这个毕竟假如说是美猪的一个议题 还是必须有一些科学的证据在做讨论 那假如说都借故牵托 然后发动这个杯葛 我想选民自有评价 那今天看起来他们似乎是有备而来 全部都着蓝色的衣服 那一大早7点多就到现场主席台 现在主席台已经被阵了 围住了 然后被标语也围住了 现在院长还没有进来 但是各部会的首长都已经陆续就座 那我想我们还是会尊重在院长 让他们表达意见 那再等说表达意见完 是不是超远在做协商 能够让这个市政报告顺利进行 毕竟全民还是关注 其他非常多的一个议题 他要有意见 也会在总质询的时候来表达 是我刚刚听那个 时代力量行为民说 国民党很可能希望林权 要求林权要道歉 道完歉之后 不管是这个WHA美猪 要道完歉之后才可以总质询 你们有什么沙盘推演的应对的脚本吗 其实都所提的 包括美猪都是一些假意 从大选前就一直 咬说所谓蔡主席去美国访问 就是跟美国谈好 然后其实一直在释放这种 不实的一个讯息 那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是有一点 这个借故在非格 这个施政的进行 毕竟蔡一党还是应该要 就政策主张来就论述 不能说未反对 广怕这样很难获得全民的一个知识 再重复一次美猪的议题是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非常清楚 你必须经过科学证据风险评估 因为毕竟国务人的饮食习惯跟其他国家也不同 敏感族群也不同 那这个我们在多次的一个意见表达都 谈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你在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 或还没有谈判之前 他们所谓的美猪都延迟过早 所以这个是一个假议题 所以他们弄一个假议题 然后这个 我觉得没有必要 也还没有到说 跟美方在谈判 这个TTV也好 或者说这个美猪开放进行 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任何一个进度 所以用假议题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动作居多 那指示意不大 他们现在在场内是占据了主席台吗 在场外还有一个行动舞台 青岛东路那里还有一个行动舞台 对 但是我看是动员的群众 但是我想集会有请表达意见 我们都从政之中 所以我们大概也不会跟他 有正面的一个冲台是 让他们制度的能够表达意见 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 任何的抗争 跟这个或者是意识的一个杯葛 都必须后面有社会的一个支持 对啊 我问你要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陈其迈委员 那个要请教委员 过去你们是反对党 人家总质讯的时候 你们也是这样杯葛的 那但是所以要看议题 你假如说你的议题是人民支持 那大家会觉得你有道理吗 那但是事实上过去的总质型的杯葛 是他们的杯葛啦 或者是说也好啦 就是以前民进党杯葛 但是真的还是要看社会的支持度够不够 我们为了当时的和事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一些像洪中秋的事情 那这个都是社会关注的一些问题嘛 是 那我想国民党其实应该是要 还是要回归到说 你的 就不要说为了反对 有反对 那意思就是说 国家也不好 大家也不会意见到 他们能得不得到民意的回应嘛 对不对 今天的林全院长的总质询啊 跟他的施政报告 你们有没有设立底线啊 大概几点以前要让他上台 我们还是会用比较软性的基调啦 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没有特别的 所谓的底线 或者是用一些板子的一些 都没有啦 我们还是 现在我在现场看到我们很多的委员 你们委员都没有任何动作 委员在做沟通嘛 希望他们能够 希望他们回到位置上 不要占据主席台是不是 那大概他们 通常我们的施政报告 是几点钟进行啊 我们九点院会就开会 然后呢 然后 大概就院长要上台嘛 所以 可能我看一支三个 大概是难免 按照原来的规划 就是说 苏院长要立刻就要请 那个林全院长上台 是不是 那如果 包括事项在礼拜 我已经处理完了 那那个 那所以国民党委员会用什么方式来杯葛吗 他们会在下面拿着 拿着 这个 这些牌子啊 来做 做口号的呼唤 或是怎样 我看他们的干部都 都站在最中间的院长的报告的牌子嘛 然后在 朱家权主席上面 他们也弄了一个 后面 一个标语 对 然后其他两个 背询的 跟委员的发言的 其实都被他们团讨回去 对 他们会 今天穿蓝色的衣服 他们会不让 林全院长走到台前吗 我看他们的企图应该是 是这样 哦 好 那你们的委员 因为能够 讲报的地方都被他们赞了 所以你们委员不会上去 你们不会发动 民进党委员去把他们拉下来 基本上我们 还是会 适度的尊重在野党 哦 好 现在 然后除非说 严重 这一个道 一次的一个进行 哦 还是先沟通 先行 好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还是浪费了 大家委员咨询的一个时间 对 你们第一次 真的是 无可奈何 好 第一次做 执政党跟这个 在野党 角色互换 这个执政 我们大家来观察 非常谢谢 这个要尊重在野党 谢谢 谢谢陈廷外委员 谢谢 我们刚才 为各位访问了 徐永明跟陈吉迈 两位委员 亲民党今天不介入 国民党的重要的委员 都在一场里 不能接电话 我们明天早上 再来观察最新的发展 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coco早餐 节目制作人 陈秋如 企划制作 王孟奇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